女星汤维在2016年为韩国导演老公金泰勇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后 之后都很少有街拍新戏 早前汤维或当红小生雷佳音亲自出手邀请拍摄新片《吹哨人》 两人早前趁着在经济讲时一起做直播访问宣传新片 但是没有想到聊下聊下就把汤维给说哭了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我演激动的戏的时候套上厕所 真的 真的 你忘了吗 你从二头跳出来 我开一辆车 然后他掉车里头 然后我正是打断的独白 哑吓热泪独白 他上厕所 别不走 别走了 但我没有表了 我也没说他为什么这样 没说过吧 你看看他现在咬着牙说的 你看看咬着牙说的 对对对 说你还没装点 你这看不上我什么 我最不难忍受的死心 我这么哭 说哭了 多了解 你们俩聊一分钟 我哭一分钟 不至于吧 哇 真的呀 他要去哭一分钟 因为他没有跟我说过 他没有跟我说过 他也没有任何表现出来过 不少网友表示 雷家英大抱 汤维一直去厕所 变相是说他有膀胱困扰 这样很不尊重女性 不少粉丝猜测 偶像应该是在生育后 膀胱无力导致尿瓶 对此 汤维事后在接受访问时 坦言特别自责 表示 虽然尽管之后没有就此事 再进一步沟通 但同作为演员 雷家英一定懂得自己 并非偷懒 也并非故意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